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轻松完成清扫工作 嗨 欢婷 宇珠 来这边坐 好 谢谢你 请坐 谢谢 等一下 我先把清承机收一下 好 你刚刚在西城啊 对啊 可是我刚刚 你在用吸尘器的时候 好像没有声音耶 我完全没听到在使用吸尘器 可是啊 我们都会觉得说 会不会啊 这个吸尘器的声音太小的时候 反而变成它的吸力不够大 所以一般我们都会有一个错误观念 就是以为声音大 就表示它的吸力就比较强 对 我好像也有这种错误的观念 而且搭配它这种激进气流的科技 可以让它的声音更小 吸力更强 所以一般的吸尘器如果加上隔音设计的话 就会导致它的马达过热 然后容易当机 所以一般的吸尘器才会声音那么大声 它们就不加隔音设计了 那为什么你这一台可以这么安静呢 对 因为所以它是在马达上面加了一个温控器 来控制它的马达的温度 对啊 可是宇珠我还是有一个问题耶 就是一般啊 像我们以前在用吸尘器的时候 好像有分成集尘带跟集尘盒 它们这两者有什么不同 集尘盒其实它的声音真的会比较大声 我们应该都有用过 对 对 就是你在用那种集尘盒的那种吸尘器的时候 可能你连电话的声音都听不到 是哦 对 然后那种这种集尘带的设计 它真的声音会比较小声 是 那可是像我们以前在就是清理集尘盒的时候啊 那集尘盒一打开感觉就会二次污染 好像灰尘就会满天这样子又乱飞 感觉就好像又白打扫了 对啊 所以应该要用集尘带的设计的这种吸尘器 是 我们在那种清洁 那个在清里面的集尘带的时候 就直接风口就拿掉 也不会有二次污染的问题 哦 那像有的集尘带啊 可能就是过了很多年之后 它就买不到了哦 因为买不到集尘带 我可能就要换一台吸尘器 对 所以我们常常都有这样的问题 对 可能那一台吸尘器用了一年以后 我们就买不到那个集尘带 我们到现在都还可以买到它 二十年前的集尘带 好厉害 二十年前现在还是可以用 对 哦 所以我们要选择大品牌的 我帮客户规划了一个收纳的位置 好贴心哦 就是给妈妈们一个专门放吸尘器的位置 对啊 因为其实我们这一台 外观真的蛮漂亮的 所以其实我不建议说它一定非得要收起来不可 余子可是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在使用这个吸尘器的时候啊 好像常常会遇到就是臭臭的这个状况 对 所以一般的吸尘器它的设计原理的关系 它的包覆性不够好 所以我们吸进去的东西都还会再从机身旁边这样子溢出来 所以这样还会造成二次污染 那这样不就等于白打扫了 对啊 现在吸尘器的最新设计啊 就是拥有它医疗级的高效能滤网 是 再来就是它的机器侧边啊 有那种橡胶风条 是 还有搭配它的集成袋的设计 所以可以让它包覆性更好 不会对空气再造成二次的污染 不过啊 像还有我们常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其实在台湾的小朋友啊 过敏的小朋友非常多 那其实小朋友的过敏源 主要百分之七十都是来自于塵蚊 那塵蚊这个问题可以克服吗 像新的吸尘器啊 它可以换那种电动的吸头 它每分钟可以拍打三四千下 哇 这么厉害 像你知道我们棉被啊 其实可以拿出去外面塞对不对 但是床垫没有办法 它可以拿来拍打那个床垫 把那个很深层的塵蚊 还有塵蚊的一些排泄物把它吸出来 真的 对 让我们的那种床垫可以比较干净 那我知道了 除了床垫之外啊 是不是像小朋友的绒毛玩具啊 地毯啊 被子枕头 这些东西都可以使用 对 而且还有新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自动去侦测 材质的不同 来决定它的吸力的不一样 好聪明哦 所以如果是在布沙发 或者是在窗帘不同的材质 它自己可以辨别 对啊 使用吸尘器时 经常会有碰撞到家具的困扰 别担心 吸尘器两侧的滚轮 富有防状胶条 使用时就不用担心碰撞到心爱的家具了 雨姿 可是我还想请教一下 相比方说我们都是长头发的女生嘛 那长头发的女生常常就会有掉头发的问题 那我们使用完吸尘器之后啊 长头发都会卡在那个滚刷上面 这样子是不是也会影响吸尘器的吸力 对 所以我介绍你一个很好用的小家电 真的 对 这一个 是 就是刚刚说的啊 那种毛发都会那个 吸附在那个滚刷上面嘛 是 所以你看哦 这个只要脚踩个五秒钟 哦 就可以把那个毛发切断 好厉害哦 然后就可以吸到它的集成盒里面 所以这样子也不会造成就是吸尘器的损害 对 对 哇好厉害哦 而且啊它很好用的是说它可以180度的转 哦 比较灵活的 对 它的设计真的好贴心哦 因为就是像我们在打扫的时候啊 我们不用弯腰 然后或者是有一些奇怪的姿势 我们直接用脚踩就可以处理完了 所有的状况 对 然后你看我在这边用暗的这样就可以了 像静妹妹你有没有发现啊 我们在使用吸尘器的经验 就是吸力都很容易就是集中在中间而已 对 然后旁边都吸不到 对 那就是吸力不平均 像这一台它就是吸力很平均 不管是大的颗粒或者是小的围尘 你都可以吸得很干净 而且不用在同样的这个地方一直来来回回 哦 是 而且这一支啊我发现它很特别耶 它还有一个小支的可以手持独立使用 对不对 对啊 看 所以像它这个就是充电只要四个小时的话 它就可以使用三十分钟 所以我们这个呢 可以拿去车上去 其实有时候在忙碌之余啊 如果可以在家里喝一杯香浓的热咖啡 其实真的也是一种享受哦 对啊 尤其是我们应该都很忙 对 所以其实我们都会很希望说 可以用最短的时间来煮出一杯很好喝的咖啡 但是为什么你煮的咖啡 比我家里的美食咖啡机好喝很多 这么香 对啊 而且它是用插电的方式就可以使用 而且呢 煮完以后就可以自动断电 非常的安全 哦 是 那我们再看到市面上的一些那个摩卡糊 其实都是要透过瓦斯鲁加热 或者是酒精来加热 哦 那它就是只要插电就可以 再来就是我觉得说 站在设计师的角度 我会觉得它真的很漂亮 而且很符合这种北欧的极简的风格 那不是就是非常适合你的设计风格 就是 所以我们可以轻轻松松的在家里 就可以创造出我们的生活情趣 那现在让我们两个一起来享受一下 属于我们的下午时光吧 对啊 是